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星期的新桑莱神州 我是桑普,又是我拍档杰斯在旁边,杰斯,你好 你好,桑普,大家好,又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星期的新桑莱神州 你最近从多伦多回来 我是从多伦多回来,见过多伦多的香港朋友 多谢港加联的邀请 又有机会去跟多伦多的香港人去分享一下 今天在囚的我们一些兄弟姊妹他们的警方 因为大家其实都很关心他们的 我去到多伦多,其实都会感受到遥远的香港人 其实对每一个,对47人,对黎珊,还有很多无名无姓的手足 所以这次很开心,就是港加联搞了一个分享会 就是找了我,找了张超红,也找了探监师恩怡 还有一位也是跟我一样,就是放学出来的手足 那这位手足今天已经去了多伦多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分享 还有我们那天的活动还有就是都搞了几次 台湾搞过,温哥华也搞过 然后移私到多伦多就是在囚手足在里面画的画节 那我们都有在现场做一些导赏 那告诉大家,就是里面画画究竟对所有的 就是今天坐在监的手足的那种重要 怎样可以令到他们那个心思 可能会起码多了一些可以抒发他们的心情 和外面的人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希望大家都祝福了,也都起码我会知道 杰斯心里面很深切这班人 也都希望这班人也得到祝福 现在厌厌夏日相当难受 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写信,多些关怀,多些探监 多些听審,多多去支持他们 我想这件事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的事情,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不要紧要,桑普,桑普 我一定要给一些正面的能量给你 就是我跟你都离散了 有时候我们都会很想着遥远的他们 但是不要忘记,每一天探监的我们认识的朋友 或者还有去听審的朋友 他们每一次都是带上桑普你和我一起去支持他们 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聊天,就是跟一些探监师 或者去听審的朋友 我都每一次跟他们聊天 我首先都是多谢了 心里带我们每一天去听黎智英先生 听47人,听其他的手足 都是带我们在心里面去法庭,去监狱 所以我们可以遥远可以做 默默地会天为他们祷告 希望主继续眷顾着他们 赐给他们更加多的力量 好,不如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了 当然大家知道 美国就是这次的大选11月5号举行 上个星期我们做完节目之后 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这些变化主要是涉及到拜登退选的问题 拜登退选之后 我发觉到他就开始发表的声明 接着7月24日 美东时间8点钟 也都发表了一个 橢圆形办公室的演说 讲一大堆东西 我就讲他讲什么 但是我说讲一大堆东西 都不知道他想讲什么 正如特朗普都讲过的了 你不将真实的理由讲给大家听 你们病啊,北美病夫 你病,认知有障碍 是中国武汉肺炎 还是被民主党的人逼供 就好像当年 那些共和党人逼这个尼克逊退位 然后你是怎么会这样做 因为赢不到了 那场辩论输了 认输了 然后你想这样做 全部没有讲的 关键的点就是为什么没有讲 然后他退位 退位之后就说 大家全力支持卡马拉·哈拉斯 那么很多人听到傻了眼 包括奥巴马在内 因为奥巴马其实心里面 心是另一个人的 就是我会讲到 那么变成了一开始的时候一点点 哇 那么没多久呢 那么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领袖 包括这个朱克舒默 哈勤·杰弗里斯 通通跳出来支持 这个首位的賀錦麗 我等一下我不会用这个名字的 我想讲原因是为什么 卡林·哈拉斯 哈利斯 然后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 喂 不止是这个 他们支持 连佩洛西都支持 克林顿 希拉里都支持 那么我数下数下 为什么要毒血奥巴马呢 我听说最近奥巴马都会支持的 不过他等了一段时间 因为他气不屈 为什么不屈呢 他心里面所属的人 叫Mark Kelly 是整个这个荷里活集团很喜欢的人 阿里桑拿州的参议员 也都是呢 就是我想是奥巴马最喜欢的人 那变成你不给他的话 你至少要公开的 党内的程序 某 音点 众声拱照 最可笑的是什么呢 民主党从来没试过这样的情况 历史上 就是说他初选之后 建任总统 也都是未来的总统候选人 退选哦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情况呢 我想是回归到一个基本点 就是说 按照民主党的帮规 党规格 以前是给拜登的三千多票 这些叫clatched delegates 有成一千四百万人的初选 初选之后呢 先不要跟香港那些联系 有个初选之后呢 再选了三千八百多个clatched delegates 就是已经宣誓的一些代表人 这帮代表人是一定要支持拜登的 当拜登一退呢 按照帮规 这帮人的确可以自由选择他喜欢的人 OK 他去选择Kamela Harris 没问题 他就再做 我challenge的点 不是他违反党规 而是说 这样搞的话 会导致到一个状况就是 喂 你的民主政党性在哪呢 变成一个小圈子 这个小圈子 以前支持一个 已经退出来的总统的小圈子 大概有一千四百万人 授权了这一班人 这班人就是熟以他投拜登的 投拜登没有说投拜登政 哈利斯夫 没有这一样的 就是熟以他投拜登的 当拜登一退 这班人就活的了 但是不会重选 因为时间非常有限 那这班人呢 导致到他们可以自由投票 然后整班那些党国大佬 众声拱照Kamela Harris 这班人 被美联社的记者逐个打去访问 很快已经过了一千多人的门槛 现在应该有三千多人 愿意支持Kamela Harris 所以Kamela Harris 讀定成为了8月19至22日 在芝加哥举办的民主党代表大会的 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那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就是说你的民主正当性是哪个问题 以前在1968年的时候 当时有占心 占心就是初选前退出的 所以初选前退出 也都可以有另一个人去参与初选 就没有所谓的民主正当性的问题 那退出的太前 谁知过呢? 那当然拜登知过 也都是Kamela Harris 隐瞒他认知失调的过错 好了搞到这样 我第一个质疑就是 他民主正当性在哪里 很多的左派媒体就是没有问题的 那群Pledge Delegates 现在是free to vote at their own validation 他们喜欢投谁就是谁 是 我没有挑战这一点 挑战的重点就是 你原先的授权基础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的小圈子选举 接着进去这个8月19至22日 在芝加哥举办的这些Delegates 包括其他的党国元老的Super Delegates 一起开一个两轮投票的一个小圈子选举 这个小圈子选举 并不是经过民意授权 如果今时今日 这群人是充分民意授权 Pledge Delegates 意思就是Pledge to vote for Biden 今天这群人有没有再次被肯定Pledge to vote for Harris 我知道民主党外面的民意调查 有四分之三的人都支持Harris 但是这个民意调查 你可不可以这样做选举的? 就是今天美国民主党最可贵的地方 比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台湾 这么成熟的地方 就是在于它初选制度 就是好像香港那样 不是啊 它现在国民党化而已 插力它 国民党怎么推 但是之前就是用民调 就是类似是这样 用米调查 换走红售署 找韩国瑜 叫做换署事件 大家都记得 是的 这样搞的话更得了 这个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你可以投任韩都可以 什么极左派 不极左派 我任得你投 但是今时今日 你是否有民主的机制做到这一点 这是我挑战的第一点 第二件事就是选副手 选副手 喂 所以这个卡拉·哈里斯没有声出的 变成分了两帮人在后面 一帮就叫做希拉里帮 一些华尔街帮 这帮就推出了什么呢 George Shapiro 就是这个賓夕凡尼亚州的州长 州长 另外还有呢 另一个人物的叫 Jacooper 另外一个人 基本上是选这两个人 另外就是叫做 叫做荷里活集团 奥巴马在后面牵线的呢 就是刚刚讲Mark Kelly 那这两个人呢 都是号称比较中间派 其实我觉得比较中间派 是Mark Kelly的 比较就是 两个人都可以讨好一点的 就是今次找一个这样的人 一个男性 白人 中间派 能够做副手 但是记住 卡拉·哈里斯 一生不可自决 他不是他选的 是后面这一帮人帮他选的 换言之 整件事都知道呢 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呢 喂 你们出来前台唱戏的人 都是一个木偶 是深层政府的一个木偶 而那些竞选基金 竞选资金 原始是拜登竞选资金 突然之间变成了 卡拉·哈里斯竞选资金 然后文过式飞 就说 那两个可以用的 这个有问题的 这个可能是犯法的 这个可能是 Exactly 所以共和党的人 于是说 有一个挑战 它违反联邦竞选法 挪用呢 我记得九十几米 接近一百米 就是一亿的美金 这个现金 做其他钱 现金是一亿 就是在那个地方 就是突然之间 转下去 就是变了名 就是等于 突然之间 傑斯的户口 突然之间转了名 变了桑铺的户口 我可以用了 这些什么道理 是因为说 你竞选的时候 你做政 我做副 你退出 我都可以用这个地方 各位 没有这个规矩的 当时这个基金 这个所谓的这个帐户 基本上是拜登的 拜登的竞选资金来的 人家投给你的金主 是因为我觉得 我要选拜登 才给钱你的帐户 突然之间 变了另一个 未必一定能收货的 那这些人我问过竞选 就是捐钱的人 这个违反联邦的竞选法 共和党现在挑战着的 再何况 我看到 各行的民意调查显示 基本上是对 就是我看CNN的民意调查 它最近就和这个SSRS做 特朗普是49% Harris是46% OK? 这个地方我想看到 就是这样 接着他们就不知道 要说这一部分 CNN就说 哦 原来有这个 很邪恶啊 CNN 在Harris上 92%的人投Trump 继续投Trump 接着说 无论是黑人 女人 年轻人 基本上都是Harris佔优的 你继续拆分些diversity来做 你可以继续这样做的 每一个人 都有部分的人不喜欢他 OK? 但是总体来说 你都看到了 Trump 49% Harris 46% 你不相信的 Queenie Pierre University Poling Institute Trump 45% Harris 41% 而两个调查都是22日到23日左右 去做成的 正面几日之前 那当然了 也都有路透社的 路透社反而看到 Trump是在输2点的 有其他的调查也有其他的状况 但问题记住 這些投票當然是荒謬的 為什麼呢? 美國不是普選票的 美國是選舉人票的 七大搖擺州的關鍵 Nevada, Arizona, Georgia, North Carolina 接著之後Wisconsin, Michigan 接著我看回 在這個之後各個民意調查的分析 七大搖擺州現在基本上都是Trump 贏的 選舉沒有說贏的這回事 但是贏的 頂多只是以前那些 Trump 反贏 拜登那些原先的藍州 比如Minnesota, Virginia 比如那些New Hampshire, New Jersey 這些變回藍 但是基本上其他原有的搖擺州 都是Trump 贏的 所以Trump 是以比較大比數 類似舊上一次 對希拉莉這樣的選舉人數 是會壓的 但是 如果選舉制度不改 如果沒有Poto ID可以投票 不需要證明你自己的國民可以投票 你可以去那個地方 死人可以投票 越州可以投票 非法移民可以投票 那不得了 如果這樣搞的話 整個制度會禮崩惡惡 所以我這次會覺得很危險 但這個地方就是什麼呢 就算Trump 贏 如果票數太接近 11月5號至1月20號 肯定有騷亂 肯定有暴動 這個肯定會 因為大家會不服 然後之後搞好這件事 我想這件事的話 會導致很多不利的情況會發生 那我先講到這裡 我看看帝斯有什麼想補充 要補充的事情都很多 第一呢 就先講一下我和你的分歧先 我和你最大的分歧就是 我們究竟怎麼稱呼這個女人 那你就稱呼她做哈里斯 我就繼續會堅持稱呼她為賀錦麗 因為呢 如果一下子不小心 她真的做了美國總統 那現在都是這樣說 很多媒體就說 美國將會出一個 就是第一位的 女性黑人的總統 但是呢 我就覺得這句話要更正一下 如果賀錦麗當選呢 美國歷史上將會出現第一位 成功扮黑人 而有一個中文名的女性的總統 這個是很重要的大哥 那你可以這樣的 你可以美化她 哇美國真是多元化了 對不對 所以先 一個有牙買加裔 又有印度裔 而她又天天都說她自己是黑人 那一刻才厲害 然後還有一個中文名 她老公 再補充一下 她老公都是姓任的 都是有個中文名的 她老公叫任德龍 總之呢 第二天呢 如果她做了之後呢 就是賀小姐 或者任太太 就做了美國總統 第一 gentleman 就是叫任山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用英文了 所以我跟桑普第一個分歧 就是這個女人的名字 怎麼稱呼她 我仍然都會稱呼她做賀錦麗 OK 這個名字我覺得很有標誌性 因為她兩夫妻都跟中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我們國情節部 這個必須要強調 她老公是做律師 有一間律師事務所 DLA歐華 這個律師事務所 歐華這個名字已經很棒了 歐傑華人勢力 簡稱歐華 那些客人全部招商局 南方航空東方航空 所以這個名字我就堅持不會叫做哈利斯 第二件事 這間很大的 沒錯 這間很大的 很大交華極大 是啊 在香港都有的 上海北京都有 大佬 就做Entertainment Lawyer 這個是 以前我做律師的時候 你比我還好 到河海那邊 那邊就真的很幫中國客人做生意 他基本上 他們都幫我合作生意 不止 告訴你 歐華裡面 如果 歐華裡面 其實 有很多是 紅二代那些世家子侄 譬如他在大學 扮 就是扮的 讀法律 這樣 畢業了出來 都要找一間大行去聘請他 那歐華也是其中一間 養很多這些人 所以 所以 必須要強調 你叫他任太太也可以 你叫他做賀小姐也可以 甚至你叫他做麗姐也可以 那我就不會叫他做哈利斯 OK 那不要借說別人的名字 第二件補充 我就會覺得 我上個星期其實 上個星期新塞神舟 我就少少猜中 我都說 就是 一說這個 染了COVID 拜登 那真的鋪路 就是 退場 那我同意 桑寶說 喂大哥 現在不用說原因 還有不用說 不用說機制 OK 現在民主黨的邪惡度 和共產黨沒有兩樣 陰點而已 OK 那我就補充 剛剛桑寶說 搞了整個星期 全部人才歸邊 之前 奧巴馬第一時間沒有歸邊 因為他標準了 Mark Kelly 標準了 然後Clinton第一時間歸邊 那Pelosi也沒有第一時間歸邊 很多 那這個我又要這樣說給桑寶聽 這個有名堂 叫做什麼 含淚支持 那大家 每個民主黨的人含我拋淚 都有時間性 有些就馬上停了去 不馬上含淚 馬上就撐 但是有些你都要給他一點時間 要接受 喂 那還得了呢 成何體統 是不是 拜登一個人說了算了 喂 你說不選 跟著然後 就好像做交易 那樣 我的陰典賀錦麗 你們全部人都要散散賀錦麗 那現在最後都是這樣 包括那些有意出來選的 例如 這個Mitchigan州長 Gretchen Whitmer 或者加州州長 Gavin Newsom 他最初都沒有支持 但是現在他都要局支持 還有我想他們都有個盤算 就是 頂你的肺 這個拜登 早又不響 而遲又 遲 遲才響 那你再再選過已經沒有時間 那所以現在 其實簡單說就是 民主黨整個黨就是 大局為中 大家一起含淚支持這個 賀小姐或者黎姐 局撐的這件事 那你不撐怎樣 是不是 難道現在再選過 但是必須要強調 剛才桑寶說的很重要 喂 這樣很不公道 那以後都不用選了 要不要初選 是不是 隨便 隨便陰典就可以了 下次 例如Kamala Harris 如果她得高望重 她又陰典下一個下 四年後下一個出來 那還要玩 但是現在這次民主黨就是這樣玩 所以要記錄在案 第三件事我想最後再說 就是 這個就是馬後炮事後看了 上個星期我覺得我都猜中 但是 看漏了一件事就是 可能那個辯論 特朗普真的太重錘了 其實我覺得 就輕 第一次跟拜登辯論那次 就是特朗普其實輕手一點 不要一除窩死他 可能比較好 那現在你一除窩爆了她之後 那她現在選了一個Kamala Harris 自從何太 不是何小姐她出來 宣布她參選之後 新火相傳 這隻叫做 Pass the torch 就是華叔上身 新火相傳 那她出來之後 這幾天我留意到一個情況 我覺得我都需要告訴我 拍檔 就是我覺得到 直到今天我們在做節目 就是7月25號左右 我溫哥華時間 共和黨好像都還沒抓到一個路數 怎樣去對付 麗姐 那所以 比如說你初步看民調 相當接近 但是我覺得這些民調 就沒有什麼準的 因為 因為 這幾天就是 賀小姐的勢很厲害 所以一定要慢慢再看下去 譬如說 跟著下去 什麼時候辯論 那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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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看到一件事情 這幾天 共和黨整個團隊 包括特朗普 我覺得是 完全沒有一個 一個 策略 怎樣對付這個 這個 阿姐 OK 那譬如說 很瘋 譬如說 共和黨Mike Johnson 走過出來 就是眾議院的黨團 就是最大那個 共和黨最大一個 他就說 喂 大家真的不要再拿 他那些 Gender 或者膚色 拿來搞 這幾天真是很嚴重 就是 連賀錦麗 母仔 山都說出來 真的 這些很嚴重 然後 阿特朗普 還瘋了 阿特朗普也挺瘋的 阿特朗普說 他有一塊 真正的垃圾 然後又說 他是 左翼 極端分子 之類 我想大家還沒抓到他用神 而且因為 我覺得他完全沒有說錯 你可以繼續說 但是 不是的 我同意 現在不是說錯 不說錯 但是政治正確的問題 那你那個左 你知道美國現在多左膠 那你 如果對手換了一個女性 其實是我自己覺得 就要小心一點 就是你 譬如說 每天在那裏 拜登之類 之類就容易很多 還有因為 因為 對上四年的政策 很多 當然主要 打拜登 是會容易一點 所以我覺得 現在是時候共和黨 要整合一個 一個策略出來 就是你要摸 究竟 現在這個對手 就是何錦麗 然後究竟他以往這四年 有些什麼做 比如說 集中 邊境他比較做得多 或者就是以往 他從政 有些什麼奇怪的 他都有很多奇怪的 譬如那些 就是偷東西 一千元 樓下不用拉 那些 你都找回 找回出來 就好過日日在那裏 垃圾 沒有仔山 又扮黑人 那樣 就是這些 可能會 會虧少少 那我想 是吧 媒體會抓你一句話 他這樣十句 剛剛你說實質的 你抓那句話 接著媒體會爆那句話 是 我自己覺得這樣 特朗普會說 有風險的 我覺得 有風險的說法 他說 搞炸的拜登 騙子的哈利斯 這個是他的看法 還有我個人認為 共和黨不是沒有策略去對付他 這個策略是慢慢來 記住現在四個月之前 我們有一個叫October Surprise 美國選舉大家認識的 對的 對的 那所以我想整件事 你不可以現在出招 有些事情是之後才出的 所以我強調是這幾天 那會不會沒有策略呢 我覺得不會 共和黨一直有個備案 Plan A Plan B Plan A拜登 Plan B對於這個哈利斯 那為什麼我不叫賀錦麗呢 說得白一點 他的名字是誰改 是一個駐美的中華總會館的 就是這個權利 就是蘇錫麗的 就是蘇錫麗的 因為他的女兒 是舊金山 就是三藩市市府的婦女委員 是政府律師 也是這個 Kamlet Harris的紅顏知己 就是蘇榮麗 於是怎麼改呢 他爸爸就懂中文 這個女兒又不懂中文 中文很差 於是找這個蘇錫麗 蘇錫麗就說賀 就是慶賀的意思 賀 為什麼叫做麗呢 因為賀錦麗 Harris 都不想叫自己做麗 因為你的姊妹叫蘇榮麗 兩個金蘭姊妹 一定叫做麗 好 那是yes 為什麼那時候改呢 2003年 舊金山檢察長的時候 他要巴結這幫人 他為他以後的選舉報路 那他有沒有拒絕過這個名字呢 沒有拒絕過這個名字 沒有拒絕過這個名字 不是啊 去到公開演說的時候 我是赫尖利 他是這樣的嘛 他是這樣說的嘛 真的有片 所以你這樣搞的 他的老公任德龍 剛剛你也說了 Douglas Amhoff 完全不合音的 任德龍 Douglas Amhoff 我怎麼都用華語 用語都用不了這個音出來的 他是特地要用龍字的 那時候也有講過 夠威慢 厲害 Dragon 不是叫Dragon 叫做Long 所以現在這樣搞的 華人社會派票 中華總會官 中華總商會 以前這幫人呢 是親中華民國台灣的 over the time 由2003年到現在 這幫人變了 我知道這個所謂的任 這個叫做蘇石勳 1992年來過台灣 見過李登輝的 即是叫做中華民國台灣的一些華僑 但他over the time 這個中華總商會 中華總會館 齊化了 你今天走去舊金山 去三藩市 唐人街 你見到他的東西 上面捉著一支五星紅旗在那裡 你想一想是什麽的情況 你自己想 所以我就說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覺得他和中國的關係 就是說 要求撤銷所有關稅 我沒有說錯 在參議院期間 這個Kamlet Harris 要求什麽? 撤銷所有對中國的關稅 為什麽? 他說特朗普時代加的這些對中國的關稅 全部都是傷害美國消費者 使得大家失業 現在證實貿易戰已經失敗 不可以再打貿易戰 哇!不得了! 如果按照這個道理 貿易戰會不會關火? 那你好 拜登時期你做副總統 拜登怎麽說都好 他繼續這個關稅戰 有科技問題 針對一些晶片 AI晶片不讓中國要 輝達耀英 就是NVIDIA製造的東西 不讓中國拿到 甚至無邀 加稅 五月的時候公布加稅方案 那些什麽晶片 離電池 什麽電動車 全部加稅得不得了! 好了! 你去到Carmen Harris 會不會因爲你 一直以來的意識形態 關火呢? 而當時很多的調查 100個參議員 最左的不是Bernie Sanders 不是Elizabeth Boran 是誰呢? 是他 Carmen Harris 是很多的報告都講到的 100個參議員 最左的是誰? 就是這個人 因爲這個人主張什麽? 喂! 墮胎 全國墮胎聯邦要立法 被人墮胎 那現在衝著 Supreme Court 在兩年前 Dobst case 否定這個Rovey Wade 他於是乎想用一個新的 新的法律 來凌駕這個 所謂的最高法院的決定 另外就是說 它不斷大殺弊 以爲這樣可以搞定 這個經濟完全搞不定 另外對中國 從來沒有講過 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威脅 頂多就是說 美中關係要既競爭 又合作 你想一想 很多人批評特朗普 特朗普和粉絲都講得很清楚 特朗普說60%關稅 這個Fence 他說 要這個 J.D.Fence 就是副總統說 要這個 說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 所以要調停河烏戰爭 結束全力抗中 你這個Carmen Harris 從來沒有講過這樣的說話 你要延續以下衝突 說以色列 你不要再打了 再打我就不客氣了 幫巴勒斯坦 幫這個哈馬斯的這份子 第二 俄烏戰爭繼續打 移民才是大問題 喂 他移民當時怎麼搞 他說 美麥邊境的移民 他被拜登任命 他要做一個 所謂的探討移民 Root cause 根本原因的責任 最後探討到嗎? 有行動嗎? 這四年的大亂 他一定有份 這四年的大亂 這四年的大亂 所以被共和黨的人稱之為 叫做 這個Bordasar 邊境沙和 就是他根本上不斷放人進來 拜登最近的政策 是最奇怪的 七天內平均 七天之內 五千個人這個月頸 或者八千五百個人 在一日之下月頸 其中一個trigger 就會刪罩 喂 等於有一個批量的非法移民 接著不斷就說 這些不可以叫做非法移民 這些叫做無證移民 那你說無證移民 為什麼不是非法移民呢? 難道移民不需要證件的? 可以碰行碰過的 這是合法的 所以我看到這幫人 玩文字遊戲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給無證移民出現 接著還說 無證移民不是非法移民 這些就是那些左膠做的東西 氣候變遷更離譜 看以十個trillion 十兆美金 十兆不是十億 十萬億 十兆美金的計劃 要做Green New Deal Green New Deal是什麼呢? 十年內全綠林 沒有Fossilfield所有的生產 就算拜登都不是全面支持 他要全面推動這件事 接著你看到最近民主黨的調查顯示 五成人左右 53%的人 要求Karmel Harris延續拜登路線 但47%的人要求他走一條新路 新路是不是Green New Deal呢? 甚至它Band on Fracking 這個更有趣 什麼叫Facking呢? 是叫做水力壓裂 就是譬如你要醃岩氣或者石油在地底 你要用水沖下去 Hydraulic的一些fracturing 做出一些壓裂 那就可以很有效率 很低成本 去extract到這些石油和天然氣 他叫這些所有的fracting全部停止 就是說叫你不准開採石油與天然氣 這個什麼世界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會做這些 這麽按摩的東西 這麽搞法是不行的 我心目中的能源性就是多元的 基於有綠能 有太陽能 甚至有優質的核能 也都要有這個煤炭的 譬如石油的開採 天然氣的開採 這麽才整個供應是平衡 我也都不相信那些氣候變遷 那些所謂氣候暖化的所謂的hypothesis 我覺得得不到實質的證明 然後學生貸貸 全部給大學免學費 然後人工智能的話 政府要管制所有的東西 這就等於說 詐騙電話 或者從詐騙電話開始 一直說 AI是危及人類生存 於是他要管制AI 所有deep figure, algorithm bias 和disinformation 全部都要去管制 這個不得了 這跟中國 我就總結三點 一 從來沒有說過 中國是美國的地緣政治最大威脅 也都對以哈戰爭 對於這個澳湖戰爭的態度 和和党的取態很不同 第二 它本身就是撤銷對中國的關稅 第三 剛剛講的就是這個名字的問題 你會看到它的喬寫過的寵物 接著它後面整班華爾街集團 是操縱它的人 我怎麽會對這個人真的有信心呢 而且它現在還使出幾個戰招 它現在是怎樣呢 說Hailey的票 Hailey是誰呢 就是這個Nicky Hailey 是共和黨的曾經的一個參選人士 是啊 以前有一個叫Hailey Voters for Harris 以前有Hailey Voters for Biden 現在改了名字 一樣和我的帳號一樣 叫Hailey Voters for Harris 基本上就是用這個方式來做 而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你知不知道這個Hailey Voters 有第一種東西 以前那些極左派的東西全面燒音 2019年它做了一個叫做最自由的議員 OK 它有一個妄業的 現在要剷走 即它不可以說自己是一個extreme leftist 它要擺到自己好像中道那樣 這樣的樣子出來選 但是要抹殺它以前極左派的歷史 第二樣東西是什麼呢 它是金主 金主有一個叫John Morgan 他是Morgan & Morgan的一個律師事務所 以前是幫拜登給很多錢的 現在John Morgan呢 退出不給哈里斯任何錢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接著BLM Black Lives Matter 黑名貴都掉了 昨天我和一些人做台灣的節目 其中有一個美國人 今天講到這個問題 他說黑人 和黑人來說 如果你是以前 譬如川普出來選 九成的黑人都會支持對手的 OK 譬如對手是拜登 支持拜登 今時今日 黑人有兩成幾三成支持川普 只有七成是支持哈里斯 所以有人去賣了 他說七成很多 其實已經比以前少了 其實黑人票 特朗普的黑人票 和Latino的票 其實是在第二次 就是輸給拜登那次的時候 已經明顯是看到 是多了很多的 而最嚴重的BLM Black Lives Matter 他們不支持哈里斯 他講的道理 和剛剛開始講的一樣 你沒有民主政黨性 你沒有諮詢過社區 小圈子選舉 我再講這些話 雖然我真的 說真的我不支持黑命貴的 我是支持All Lives Matter 但是今天你說這幫人 極左派都和你反變 就是叫做糯米字幕室 這樣的情況就很嚴重 跟著剛剛講的 有些政策 950元美金 樓下的 不起數 大家就帶個手機 或者計數機 進去那些店鋪 我們偷舊 有些人問是不是每年 950元 不是 是每次950元 那你今天就帶這個計數機進去 949元 不用買 但是拜拜 走 非常好 是不是這樣呢 今天加州 整個加州搞到這樣 這就是Proposition 47 這個Proposition 47 不是他起草的 OK 他做檢察官那時候 但是這個名字 叫做Neighborhood Safety Act 他改的 而他支持的 他做檢察官 會不會不起訴其他人呢 他做加州的時候 做一個檢察總長 他不是負責起訴人 他下面流羅去起訴人 各州各市的流羅 檢察官去起訴人 那他不放 但是他沒有任何的新的指令 他說這就是執法 但是deep in her heart 他完全支持Proposition 47 因為Proposition 47 是他改名的 而改了一個名字叫做 鄰居安全法 因為他心目中 放走那些非暴力犯罪 所有的非暴力犯罪 譬如什麼呢 詐騙 譬如偷舌 譬如說 是博客猛 譬如偽造文書 這些全部非暴力犯罪 他覺得這些呢 不要坐牢 最好輕放 最好不要起訴 哇 這樣也得了的 如果這樣說的話 就沒有所謂真正的 洗錢犯罪了 是不是? 我想說這幾年加州 其實都是 很多人是離開了的 其實跟卡馬拉·哈拉斯有關 還有跟著延續下去 就有 現在州長都有關 都是跟一些 跟這些很 還有 剛才你說的那些很 很無厘頭的 政策 很左的政策 也有關 還有就是 譬如 纏繞加州人很久 譬如這些 homeless的問題 也是一樣 那 民主黨的政府 在加州的那些 管治方法 就 很多是很為人救命 譬如買一間很貴的酒店回來 跟著叫那些 homeless全部住進去 跟著 隔離 就是住在隔離那些 那些 那些 residents 就真的不行 他死了 其實很多離開了 包括還有一些 是在三環市 九金山 加州 很多都有些部分是 香港人 都受不了的 現在都是 所以 但anyway 今天呢 還有呢 我們做節目的今天 其實就 就是 如果說說 賀錦麗 還有就有接見到 這個 以色列總理 內塔利亞胡 那 就 就是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 就是臨時的一個安排 來的 因為其實最初的安排沒有的 因為 內塔利亞胡這次就 就是再訪美 那 那 早兩天 就是 他 就是第四次在國會的演算 那 然後跟著 本身他都是主要為傑拜登 那 但是因為 就是 因為出了 就是 新的候選參選人 所以呢 就特別安排他呢 就 見這個 這個 Tamara Harris 那 很清楚一件事啦 民主黨 就是拜登 和 和這個 賀錦麗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是想 盡快 由他們 手中 去 結束這個 就是 以下的 衝突 達成一個 deal 然後呢 交換人質 如果你問在拜登和賀錦麗的那個立場呢 就是 他們是要求 內塔利亞胡 就是 你總之不計成本 給我盡快搞定這件事 就是總之他們眼中就當內塔利亞胡好像一隻小竹 那樣而已 但是有沒有照顧到以色列的感覺呢 或者 還有以色列的利益呢 什麼都沒有 他們只是想快些 就是成功爭取而已 其實這件事也是相當之荒謬的 那我就想問一下我拍檔 桑普 你又怎麼看呢 就是這件事 就是 以色列的總理內塔利亞胡 來美國國會演講 大家應該覺得很開心啦 但是你看到 Nancy Pelosi 潛意在 當然 哇 很生氣喔 她說呢 我不去 不去之後呢 又說呢 這個是最差的演說 外國領袖來到美國最差的演說 跟著呢 她沒有去到啦 去到那些什麼呢 比如說 這個參議院的這個 多數黨領袖 Chuck Schumer 不鼓掌 不鼓掌啦 很多的民主黨人不鼓掌啦 我可以插一句嗎 不好意思 我想插一句 其實 其實她應該是 她還多過邱吉爾 內塔利亞胡其實是第四次的 邱吉爾都是在美國國會做過三次演說 但是這四次裡面 至少對上的梁子 是共和黨的眾議院議員呢 是邀請她的 所以 你就可以看到很明顯 她是親共和黨的 民主黨在這個 現在這個 大選期間 一定不會給面子的 但是內塔利亞胡也做了一件事 我覺得是精彩的 就是她應該大概在我們做節目的明天 她會去馬拉拉哥 她會說我約了特朗普 這個真的是 所以這個博弈也算是挺明瞭 給你講 她的日程是說 先去見這個 先去國會宴雪 接著會見這個拜登和Kamela Harris 接著會去布羅里達州 見這個馬拉拉哥 見這個特朗普 那這個日程 我想就講回剛剛講的 就是說 內塔利亞胡在民主黨裡面 Chuck Schumer 基本上就是不起來 鼓掌 頂到點點頭 就是That's it 那你整班的人 很多的民主黨的議員 真的不給面子 那當然沒有人要求 你一定會給面子 You are free to express on your own 但是今天 內塔利亞胡講的什麼 令到你不給面子呢 他說 以色列的安全 和美國的安全 是緊密連結的 喂 這句說話 是你拜登 和這個 哈里斯 一直說什麼 美爾之間的聯盟 是Ironclad 是堅如盆石 是好像鐵盾一樣 你當時 你是這樣的政策說的 今天人家說的話 就不對 你說的話就不對 喂 人家說的是什麼 以色列安全 和美國的安全 是息息相關的 反以色列 是伊朗有用的白痴 什麼意思呢 你反對以色列 是基本上中了伊朗的奸計 變成了有用的白痴 Useful Idiot 就是Useful Idiot 大家自免都知道什麼意思 變成了被他利用 而不自知的蠢蛋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國會外面有一大堆示威 這些示威很多人害怕的 我看就是 穿了哈馬斯的服裝 露了眼睛出來 然後全部都寫了 是啊 神經病 簡直 這裡是美國 所以真的 我告訴你 看完之後 你只是一火都來了 還有你會發現 民主黨是相當邪惡 還有這個賀錦麗 喂大哥 你真的離了大譜 你現在是 你現在是怎樣呢 我真的不懂得說 你是要逼你的盟友 去deal with那個恐怖組織 去作出無底線的妥協 你只是要指求一件事 就是要釋放人質 釋放人質 他不是關乎 他不是關乎人命的安危 大哥 現在都搞了年多 他只是要成功爭取 要這個政績 如果大譜 要看得通看得透的人 你會發覺這幫人 這幫人真的是垃圾 我告訴你 是啊 今天你拜登政府 今天你拜登和哈里斯拜哈政權 現在你本身 你對以色列的態度是怎樣 你都有一個說法 是不是 供應武器嗎 那你繼續供應 那你會不會 這個就是說 對他來說 叫他不要打 你打拉法 拉法 拉法就是加沙地大巴勒斯 就是那個叫哈馬斯 去到埃及的恐盜 埃及 近埃及的恐盜 如果以色列打哈馬斯 和埃及的恐盜的話 這個哈里斯就跟你說 你一定會有後果的 他恐嚇過的 那今天是不是同樣的地方呢 萬一他執政又會怎樣呢 這個就是麥塔尼亞湖 深水不靈的地方 那你問我 麥塔尼亞湖 是不是繼續進攻 那是 是不是有死傷 有戰爭 是不是一定 不會傷及無辜 不可能不會傷及無辜 但是你會盡量減少傷亡 絕對是 以色列一直的攻擊 都是盡量減少傷亡的情況 接著有一幫左派 不斷包大那些傷亡 就是說 你殘殺無辜的巴勒斯坦人 但是不要忘記 哈馬斯 將所有這些無辜的巴勒斯坦人 圍在他的武器庫 指揮所有外面 綁在腦弱虎在外面 你炸的就是攬炒 你不炸的話 那我繼續在一個地方射飛彈 那你想怎樣呢 如果你的戰爭 今天你不可以濫殺 所以那些以色列的飛彈 基本上都是精準去打中間的地方 他都擔心打到就變 傷害到無辜 你說會不會殘殺到無辜的人 會不會很多無辜的人會受傷 會 但是今天你要知道 今時今日整個巴勒斯坦的很多人 其實很多人成為了要脅的對象 有些人是真心支持哈馬斯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可以怎樣 所以就算有殘殺無辜 OK 這個是一場戰爭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你譴責以色列的同事 那哈馬斯沒有責任嗎 這個是今天那些在支持哈馬斯的左翼 其實是必須要回答的一個問題 哪一個是恐怖組織 哪一個是發動上次10月7日的事 10月7日的事件 這些全部東西不問是非 不分清蒙造白 我們下一節都會講北京的宣言 北京宣言又走出來 但是在這裏先講的 有北京宣言走出來 就是好像特朗普說的 就是因為有你這個軟弱的總統拜登 那你現在身火相傳 你傳給這個賀錦麗 又繼續就是這樣 然後那些哈馬斯、北韓、普京、習近平 全部人就當你代笑料那樣辦 然後剛剛對上一星期 中國派王毅出來掩餘一個和平使者 然後在這裏搞北京宣言 一會兒再講這筆 這全部東西不用跟你美國民主黨計數的 這是垃圾 你一講這裏就扯火 大哥不分清蒙造白 現在這個你不要理 又不又是一件事 大哥他是站在正義那一邊的 內塔利亞湖 在這件事上一直都是 他沒有說不關心那些人質 但是你究竟是不是就是為了釋放人質 然後把所有東西無底線的停下來 然後你還要合理化哈馬斯 當年巴解已經做了一次了 阿拉法特那個時候已經做了一次了 那個已經給了一個信息給這個中東的世界 就是恐怖主義不怕搞的 最重要是搞你有這麼大得這麼大 到最後就好像阿拉法特那樣 拿了諾貝爾和平獎都還可以了 都是你美國民主黨搞出來的當年 1993年 克林頓年代 所以這個民主黨不用計數的 這些東西全部 因為這個世界大亂 全部東西跟你有關的大哥 不是說我們在這裡偏幫這個特朗普 偏幫這個共和黨 大家都在說的都是事實 真是很威猛的 大問題嘛 之後你說 然後很多媒體就放大了 找一個英國人 去到這個 英國左膠 去到這個 國會大陸外面 看到警察打那些支持 支持巴勒斯坦那些 自由巴勒斯坦那些人 過度暴力 他見識一下香港那些才算 大哥 大哥 你亂不禁忽 然後警察就說 將那些人搬去Union Station 你知道 DC向東面一點 就是國會山莊 再向東面一點 就是Union Station 那就搬去那個地方示威 就說你們 基本上不給我集會自由 這些這樣的東西都有 所以我就說 喂 很可怕的 去到今天 美國有很多的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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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喘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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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近就說過 I want to be nice but I can't be nice to these people isn't it? 然後全部人是鼓掌 歡迎他們 我覺得這些東西 當然就好像傑斯所說 他有些話可以減少一些施裂 就是不要改名字 Mr.P. Joe、Croker Joe更加好 就是我知道這些東西是口大 但是他說的不會錯的 我不會說的他覺得錯 但是有些東西他要給一些反對他的人 下台階 但是美國的文化不是這樣玩的 美國的文化是strong 它不是夠compromise 好像我們用一般華人的想法就是 我們要共識最重要 不要這件事 或者說你想得我最重要 我不是小孩子 你的東西是be strong 使人家你可以帶領到這個國家 抵抗外面的挑戰 而我想Trump是達到這一點 最後講一講就是辯論了 我想這個川蝦變 將會在9月10日在ABC有一場 另外就是說在Fox News 現在就是邀請在9月17日 7日之後都有一場在賓夕凡尼亞洲舉行 但是Trump會不會不參加ABC那場呢? 有說過的 這個呢就從來沒有這樣的說法的 但是我補充一句 左派的媒體一直就說 他拒絕一些答應了的一些辯論會 事實上他原話是這麼說的 ABC News is not worthy of holding a debate Let's go for Fox News 其實他希望參加Fox News這個 換言之今天他對於那個場地有爭議 有可能兩場都參加 但是上次那場CNN是左媒出席過一次 這次是不是給我一個比較中間派的Fox News呢? 我想這個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說法 公平的嘛 那今天就是說是不是搞一場 我覺得極有可能 ABC News有一場 Fox News有另一場 這個比較可能的做法 如果你說Trump要堅持的話 可能進到Fox News那裡 那Trump有沒有答應說是ABC這一場呢? 他答應了9月有一場 但是沒有答應了日子 而ABC的訂是10號 那基本上是沒有衝突的 所以我認為他兩場都會參加機會大 他覺得ABC doesn't work 因為ABC擺明是左派的媒體 OK? 左派的媒體 那左派的媒體 就未必一定對他公平 兩次都是這樣 那我想這件事情的話 但是Trump Trump有往跡 上次是坐客在CNN那裡 技術性擊倒拜登 哇 就是不是主場 所以其實不用怕ABC 可能再一次在坐客那裡 技術性擊倒這個麗姐呢? 是不是? 那是Laving姐 Laving姐 這個名字多好 Laving姐 他真的會被人擊倒呢? 機會大了 那他現在就賣什麼呢? 他突然間在街上賣一個唱片公司 賣一大堆以前的唱片 然後外面就跟大家賣一些以前的Jazz 那樣的 所以討好黑人 還有他很認識兔Z世代 就是那些Z世代 就是那些年輕人 所以變成年輕人 黑人那些很大部分是支持他的 是 還有那些 那些 那些民主黨對他都是不反感的 所以就這樣說 有一定的殺傷力的 不過我剛才都差不多了 我最後都想補充了 就是我完全是沒有覺得 特朗普用real garbage去形容賀錦麗是反感的 我是現場在Fox那裡看 聽著他講 不過再一次告訴你 是讓我再一次欽敬這個特朗普 因為我經常都強調一件事情 這位老人家不是一位政客 他是一位講真話的人 講真話的人就很容易會得罪人 尤其是今天是一個左膠的世界 所以我希望 我都希望他贏 講真話 我都表態 我都希望他贏 但是要小心一點 因為左膠的陷阱很多 但是我必須要承認 當他說賀錦麗是real garbage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真是欺負到好處 因為最多都是侮辱了一塊垃圾而已 OK 就是這樣 是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繼續關注這件事 這件事還沒完的 而且譬如說那件槍擊案的真相的話 越來越撲朔迷離 有很多事情 為什麼特勤隊要這麼掉漏呢? 就是起碼突然之間 叫人要調查他走了 接著那個位置又突然之間怕熱 那個人沒有上去 然後追擊手 又請示一大堆東西 根本上就沒有立刻追擊 人家已經在上一堂瞄準器了 你整天兩分鐘 完全blank out 那這件事為什麼會這樣呢? 很多陰謀論就會不敬意走 我就不想說陰謀論 聽證會之後更加薄索迷離 好笑 所以這些事情會繼續這樣發酵下去 那我們未來的三個神州 會繼續跟大家定期或不定期的關注這個議題 因為尤其選舉快到了 剩下的世界 世界觸目 這個真是世紀之戰來的 真正的大哥 換了人更加世紀之戰 特朗普做和賀錦麗做 整個世界都將會不同 所以這次真是很重要 我最想回應一句 美國有些左膠批評我 就說什麼呢? 你三普 你在台灣 你怎麼干涉美國內政 說這個美國的選舉 是不是? 那你說美國選舉的東西 哦 這樣的? 你怎麼押住還是怎麼樣呢? 那我就說一句給大家聽 在我們做公民的advocacy 或者做一些所謂的倡議的活動 我們一定不會押住 一定掛黨派 為香港你不可能押住的 但是我做政論人 現在我坐在那裡 我的身份就是commentator 當然有權說世界任何國內的事 由冰島到蒙古到中國到台灣都可以說 那你們這幫美國左膠 有沒有講過台灣的選舉呀? 有沒有講過香港呀? 有沒有講過中國呀? 有沒有講過干涉他們的內政呀? 就是按照這些想法 你把它放回你的嘴巴 把它放回你 你會知道這幫人說的東西 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而且我再跟大家說重新一句 我去關心美國的事 是因為關心我自己的安危 關心這件事的安危 因為美國打個噴堤 全世界都感冒 美國出了問題 全世界都受影響 為什麼我們不會關心呀? 是我們沒有票投 我們都不會干預大家的選舉投票 你們美國左派就投回你喜歡的人 右派投回你喜歡的人 我不會干預你的選舉 但是今時今日 我將這個事實說出來 如果我有講錯的東西的 如果是意見的不同 大家不是叫做什麼呢? 叫做青菜羅伯各有所好 但是如果是事實上 真是沒有講錯的 歡迎指出 我是說一個事實上 如果沒有事實上是沒有錯的 就是這些人呢 就是我不想說什麼 但是你想一下 你是不是堅固 就是你是不是橫固 你是不是想一些東西是 自我矛盾的 所以我希望對於這幫人 有這樣的呼籲 就是說 政見可以不可以呼籲 我呼籲那些證件和不同的 和我辯論 我都歡迎的 但是我們良性探討的問題 而不是說 你哪有資格講美國的問題呢? 你先讀一下書 你這傢伙的 就是這些人身攻擊和扣武士 和建構自己來打人的方式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惡的一件事 那尤其到這個地方 露遙之馬 日久見人心 那我想這件事 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洗洗嘴著 好了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休息 接下來還有第二節的伸喪在神州 將會在傑斯的頻道 休息一休息 我們再回來 還有很多其他的話題